漫才是从日本来 是的 你们有期待未来有一天 你们可以上到日本的舞台去 一起跟那些日本的搞笑艺人演出吗 他们真的很厉害 我好喜欢看日本的综艺节目 超好笑 有机会当然很想 甚至想要去学习 是 希望能够 因为我们毕竟算 还是算自学 那他们其实有很长的 一段传统是在做这个 一百多年有了 在做漫才这件事情 所以很想请教他们说 这么长时间以来 前辈一代一代这样传过来的 漫才有什么样经验和方法论 很想问一下这件事情 那跟我们自己说 观察他们的表演 所自学所获得的方法之间做对照 还是很想做这个交流的动作 对 像我们看到那个日本的综艺节目 一整群就是搞笑艺人 然后他们就是会固定 有一些各自固定的角色吗 是这样的 就单纯从看节目这件事情 看到的是这样 因为日本的搞笑 其实还蛮重视分工的 不管说是像曼财的双人搞笑 就是谁担任什么角色 谁担任什么角色 那当他们做单人表演 其实也会很在乎自己是 什么样的形象 他会帮自己找好一个形象 如果是个宅男型的 宅男很容易兴奋型的这种 他们叫做Kyara 就是他们的角色 那有时候他们在节目里面会做分工 比如说有二三十个人参加同一个节目当来宾 然后有两个主持人 那这些来宾可能就会有各自的分工 谁是负责被欺负的 谁是负责起哄的 然后谁是负责胡闹的 然后谁是负责就是很安静在旁边 然后被点到的时候忽然很惊慌的 这种也是一种表演 或是点到他他会很紧张 有一次有一个角色是很会流汗 对 对很会流汗 一点到他问到什么失事的时候 就开始一直狂流汗 说拜托不要再问下去 就他们会找各自各样的角色 让他们自己在人群当中突出 然后也在整个群体当中 是有各自的功能和角色 我记得有一个人是专门负责扮演那个 穿红色泳裤出席的 那种比较只有只有穿泳裤 对对对 对比较裸细的艺人 他们有这种艺人 对一发屋的这种 他们有什么什么细什么细的艺人 因为他们也是同样从曼财 就像有单口相声有双口对口的 那个曼财其实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在做自己的作品表演的时候 也有单人的有双人的 然后刚刚说的那些卡拉那些角色 其实也是从这种曼财的文化的模式里面 去衍生出来的角色 角色的模型 然后他们再找到一些 比较让自己做起来 可以很有效果的模型 放到节目里面 让它效果才能很快速的被凸显 对那像在段子里面的时候 他就会要慢慢的透过对话 去酝酿出你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他们整个系统化得很好 从传统的这种记忆的磨练 然后到电视应用 然后电影应用这样子 就方法论被转换得很好啦 对 曼财和搞笑方法论转换到节目上面 转换到他们的表演上面 对 所有都都非常的一体化 其实台湾像你们这样子的表演团体 真的很少 有没有一个对自己的期许 希望你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像我们常看那个日本节目 就是说那个艺人他们的目标 就是可以上舞蹈馆去演出 哇 舞蹈馆 你们有怎么样的目标吗 给自己的期许 做更大的现场演出 一定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那这在演出上面 做更多形式的演出 跟更多人合作 然后上更大的舞台 给更多的观众看到 这都是我们在表演上面 很希望做到的事情 那另一方面呢 在所谓幽默文化 搞笑文化这件事情 会很想要推广它 让更多人去认识 甚至是更多人来从事这一份工作 让台湾的 做原创性搞笑的这个市场 能够被打开来 越来越多人做 越来越多人看 会有这个情绪 我觉得阿达说的是 我们当然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会更喜欢后者 他刚刚说的第二点 就是台湾的这个喜剧文化 它有没有办法被 更丰富 更被 更打开或更丰富 就原创性能不能更多 因为能够更多不同特质 会希望把这些喜剧文化 增加更多可能 然后甚至像我们自己 会想要把漫才运用到 剧场作品 长篇的作品 就是让它的这一些 搞笑的逻辑 幽默的一些元素 可以运用到 不同的媒介里面 那这样子 这个喜剧文化才会是 很全面的 对 我会觉得这样子很开心 很快乐这样子 对 你们发展得更好 我们就更幸福 因为我们会更常开心的笑 希望这也是我们很大的目标 对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今天星期间都不录了 太好了 很开心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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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